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上绿建筑好像比较偏向在E的这个部分 那好像在S或G的部分是不是永续建筑会比绿建筑更多出来的地方呢 是不是请庄建筑师帮我们回答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讲E的G E在讲环境的保护 那S在讲的是社会的责任 那G讲的是公司的责任 那事实上我们在建筑上如果有机会去应用的话 它不是只有单单的E 而是可以在社区共同的去做教育 它就会回到变成是社区的一个治理 那如果社区的治理做得好以后 它的绿建筑观念也对 那它可以在社区整体的去做 比如说我们在环境的保护上的一个延伸议题等等 比如说recycle等等 社区共同去做的话 那社会责任这一点就可以落实到那个社区的部分 所以永续建筑它不是只有单单 就是在绿建筑的单一块而已 它是可以延伸到永续社区 甚至有机会每个社区它都可以完成的话 它会变到永续都市的一个可能性 是是是没错 不过刚刚就听两位建筑师在聊的时候 我反而想到就是其实这个好像跟我们的整个 对于科技的哲学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对于我们来说 好像是未来就是越近代的越科技 然后可是呢 其实刚刚两位建筑师在谈的这些东西 我突然想到好像一百年前的东西 是不是更符合现在所谓的ESG的标准 这其实很正常 因为一百年前没有冷气没有暖气 你看欧洲以前在新建建筑物 它从来不会思考要用冷气 现在开始了 为什么 因为是整个都市的热气产生热循环 它环境改变 当然我们来探讨看看 我刚刚有讲了 就是说我们以前 你为什么要用砖后要用那么厚 当然第一个就是土地便宜 第二个 它的工法材质 都是由大家的历史经验传承 所以说我们都用一砖 也就是说至少三十公分厚 而且以前的砖块比较大块 现在砖块因为工业化越来越小 因为我们人力没力 所以说一块砖一块砖 它能够搬多少是固定的 大家越来越轻了 所以说它的隔热系数就降低 那以前隔热系数是固定的 然后它再来的话 它用的东西几乎可以重用 为什么是可以重用 就是说我们刚刚庄建宏师也有讲 所以说要循环要循环 因为那时候的材质缺乏非常贵 所以说我们用的东西非常的珍贵 你看我们以前三合院的房子 开窗不大 因为它要的时候它才打开 它不孝的时候 冬天它要保暖 所以它北面几乎开小窗 南面开大窗 结果我们现在的新建筑 你管它去只要是面对街道的 就是漂亮的地方 就是要开大窗 甚至帷幕墙就跑出来了 只好用什么 我们退了求其次 让你的环境舒适 就只好开始用建筑物的环境设备 也就是温度控制等等的那一些环境设备 那一些当然就耗能 耗能所以说我们刚刚主持人 有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它是永续建筑 永续建筑应该不是只有在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立建筑 我们应该要在它未来 它是不是还要在所谓的装修 更新甚至要重建 重建是部分重建 有时候要外墙拉皮等等 这些都要考虑 因为很多人在跟我讲说 现在用木构造最环保 种族构造最环保 我说你要思考看看 木构造它如果年限能延长到三十四十五十 甚至于到六十年 那我们OK 可是事实上在国外 它只要是木构造 差不多三十几年就要换了 那你要换了两三次 我的混凝土建筑 搞不好一百年 现在都已经都还有一百年的建筑 因为它三分之一了 它新建的能耗就三分之一而已 我们应该用它的整个 它的生命周期 就是说它这一栋建筑可以用多久 我们来评估它的总能耗 这就是我们的也许就是永续建筑 应该要去探讨 是没错 不过我觉得就是 刚刚刚刚讲到这件事情 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的 生命周期的延长的话 其实某个程度也暗含了 我们现在的文化资产的部分 我们看待文化资产的部分 如果说我们真正能够珍惜 我们现有的文化资产 它不但能够保留集体的记忆 它同时也是符合ESG精神的 对不对 对 那在台湾 现在不知道现在在永续建筑 那个推展的状况 发展的状况到大致是如何 能不能请装置建筑 帮我们回答一下 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 就是还没有到国际的一个水准 那特别是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个观念 还非常的有时间要再去跟进 这样子 那国际上他们其实 他们追踪的不是把建筑物给做好 是环境 因为你看那个像Leader 他们为什么先Leadership in Energy 跟Eviralment Design 他把能源跟环境是放在一起的 那特别是注重在那个环境上 所以我可能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刘建筑师他那个部分 建筑他本身的确是要做好 所有的一个状态 被动设计主动设计的一个部分 但是真正影响建筑最大宗的 绝对是环境 因为环境才是真正跟建筑 他结合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讲环境 环境要跟建筑物共生的道理是这样的 当你环境做的好 其实你整个环境就有机会 做那个微气候的一个调整 像刚刚那个刘工建筑师 他有讲到就是为什么早前面有水汤 然后可以有效的降温 那以前古代的人智慧 他非常的聪明 他们是用那个正负压的原理 他把冷空气往下压 然后再让热空气上升 自然的通风采光 所以他把热空气就很自然的带走 那这部分的一个技术跟创新 是我们现在所要去追求 而且希望能去更钻研更多 然后国外上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案例 但我们国内上却没有再大幅的去讨论这件事情 那是这几年我们刚开始有这样的议题 才陆陆续续去讨论这个部分而已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在台湾去推动永续建筑 为什么会那么难 或是为什么还没有那么的流行 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其实在台湾推动永续建筑 有在做 然后就刚刚像主持人讲的 我们以绿建筑为标章 然后绿建筑有标章的 然后我们现在也要推动一个 叫做能效标章 所以都已经在动 然后整个整体而言 我们现在比较缺乏的 可能就是说跟国际要如何去接触 然后去接轨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系统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我们的生产的能源 跟生产的整个价值 跟它的成本 或许我们要符合我们的环境 所以说我们有一些它的因子 在国外它不一定要考虑的 因为我们是比较特殊地形 第二个我们又是地震带 第三个我们又是台风带 这个国外不多 有这种的不多 所以说呢 它在运作的时候 为了让我们的逆销产业 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居住产业 它能够有一套的标准 不用那么高 因为毕竟当然就是说我们官方 大家也会怕 因为立的是都是在国外 所有的标准都是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它的成本很高 那是不是我们初期的产业 跟我们的居住环境 能够付得起那么大的成本 然后有的因子是我们不需要的 那所以说我们就会创造了 立建筑的标章出来 那现在我们要跟国际追溃 我们现在内部也有在探讨 如何把一些国际立的一些因子 甚至比较 以ESG有关的东西 我们要如何抓进来 然后让它能够慢慢慢慢延续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有建筑法协会 跟我们庄建筑师 他有成立一个学院 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未来 尤其你不要认为 你说你是内销产业 或者是你的办公室 都是只是内部办公 不对 因为未来ESG 你只要是外销的 你连你办公室 你如何盖 你如何使用等等 都算你的能耗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说慢慢慢慢 台湾已经达到 就像黄文鑫讲的 我们已经是 台湾是地球的中心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一些能耗应该要是地球的中心 慢慢慢慢的 所以说我们 我们的标准比国际还延后十年 因为我们的基准 他们是2000我们是2010 因为我们如果用2000年的话 我们那时候能耗更大 那时候要检讨的更辛苦 对 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慢慢慢慢的快速的 慢慢慢慢又快速怪怪的 可是一定要这样做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建有师 他希望能够去推动永续这一块 他等一下会介绍比较详细一点 是是是因为 其实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建筑师 就是台湾对于建筑的挑战真的比国外大很多 譬如说好了 我每次去曼谷 我看到那么多流线型各式各样造型的建筑 就是对啊 我们台湾为什么那么死板板 那都是要方方正正的 然后我回来就是 回来跟那个我的建筑师朋友在那边聊的时候 他说对啊 一直在指责他们说 为什么台湾的建筑师那么死脑袋 为什么弄一些更好的建筑给我们 这样子 他说好啊 只要台湾跟曼谷一样 没有台风没有地震 我什么都给你 对 这也就说明了 其实台湾对于 就是台湾的对于建筑的挑战 可能比国外还要更严苛一些 那说到这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我们刚才大概针对永续建筑的基本的那个 什么是永续建筑 也跟大家聊了一下 可是那个我就比较想要好奇的问两位建筑师 那如果说在设计永续建筑师 那最终 我们应该最重视的因素到底是应该是什么 其实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以永续概念为主 你要思考 我就是要给你开想像的 就是台语就是说你偷偷 你这一栋建筑物从新建到整个拆除的过程当中 你的永远不是让你的钱花最少 是让地球的能耗花最少 用这个概念的话 你像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台湾比较特别 大家都知道是阳光空气水 对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还要再加上水的台风跟地震 这地震的东西就像主持人讲的 我们可能成本会压很多在那边 我们可以来思考 像日本 不错 他们开始有免正建筑 对 那个成本一开始好贵好贵 可能我们免正建筑 我们叫做隔阵 就是把它隔开 对 日本叫免正 他就是说好 他可能一般差三层 增加三层 现在慢慢慢慢降降降降到差不多差 没有一层 那个要不要全面去推动 当然前阵子也有一个日本很大的商社 他的那个免正器出事情 属泥吗那种 对 他出了一点点事情 不知道以后怎么替换 当然要替换 因为那个跟我们建筑物的使用年限有关系 那这个就是说人类很厉害 也一直在推动 那我们台湾在做设计的时候 因为又有法规 又因为你的江本求利等等的因素 我希望至少用以工 工有建筑物来带动私有建筑物 就很多建设公司 现在已经开始在思考 SG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有讲 他包括他的办公室 包括他的主管居住的宿舍等等 都要算进他的能效 他当然慢慢慢慢也要来 第二个 他价位要拉得高 当然他要多的东西要给使用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一直在问我说 台湾的房子盖那么多了 你要再盖吗 已经一个人可以拥有1.5个房间 一个房子 我说不对 因为我们旧有的设备跟环境不一样 然后以后你如果盖一栋建筑物 你是一个隔阵建筑物 你几乎以后也没什么规裂了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把它吸收了 以后我们的窗角规裂 什么 一点点皮肤规裂 大家会怕的 以后也比较不会胜水 这个就是永续建筑的一开始 那你就慢慢慢慢的让大家第一步 让大家能够安全的 让对地球的负担最少 各种材料我们去分析 然后第二个 我们也希望 所以说你阳光 当然等一下中间有事也会分析更多 这些东西 这些要件 我们也希望 就整个人类在居住的环境里面 一定要高层化 我都说要高层化 然后平面绿化要大面 台中市已经有开始这样做 因为我们容积管制 所以说大部分现在的建商 我们现在来做住宅 大家比较有感觉 建商以前只要是500平就结了很大 现在至少要1000平以上 为什么 他要留广大的开放空间 让大家感觉这个都市有绿化 这是台湾的台中市有独特的地位 因为我们从外去太多 土地上这有好处 就平面式的绿化 这就是真的 全世界最好的是在哪里 Toronto 它就是高密度开放 很高的超高层 可是它平面式的 非常大的一个 平面式的都市开放空间 这才是我们要的 我们不需要的是垂直立化 垂直立化真的 会有它隐藏的危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考虑 就会变成 真正让人类可以活动的 就像中间是讲的 整个环境是一个 很好的 有一个危气流 通风等等的东西 你在超高层上面 你根本就不一定要用到冷气 我们现在的豪宅 每一个都会说 你不要考虑 你就是画一大块给我 我空调一定要装 空调装 然后再装那个气密窗 然后把它封起来 其实气密窗非常好 它如果热的时候 隔起来 因为很热的时候 还是要空调 我们并不是说永续建筑 我就空调拿掉 错了 我们要加上我们的舒适因子进来 我们还是要 偶尔要有空调 我们设计了很多绿建筑被骂 车站 我们那么好的建筑师被骂 说你既然是绿建筑 还要装空调干嘛 错了 你如果能够一年 150天 原本150天要用空调 我把它降成30天 要用空调 这就是离建筑 对对对 其实我第一次走进新的 新的那个台中车站的时候 其实就被惊讶了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建设公司 都会学到设计的时候 要讲究那个光的路径 跟风的路径嘛 我真的在那个台中车站里面 感受到什么叫风的通道 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装建筑师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是这样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好的 一个能效的一个建筑 我们通常我们会先做一个模拟 那那个模拟我们是透过BIM 就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就是透过一个模型 然后去了解它整个能效的情况 那我们之前在那个 美国他们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们是走了一个 国际的一个灵探的一个建筑设计比赛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也是透过这样一个 就是模拟 那那个模拟很重要 因为模拟会把 那个所有的建筑计划的定位 先优先先确定下来 那当你确定你的能耗是多少的时候 这时候你才会采取被动设计 跟主动设计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被动设计就是 刚刚那个刘国荣 就是讲的自然通风跟自然采光 以及我们未来决定 就是那个材料 它的隔热的系数有多少 那有效的降低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空调 那同时在借由自然采光来 有效的降低 人工的一个灯光的一个使用 然后我们在下一件事情 就是在考虑的是 我们怎么样用主动设计 就是那个费热跟费能的回收再利用 那让它增加就是那个空调的一个 节能的一个部分 然后在下一件事情 才是我们讲的那个 能效的一个设备 最后我们节省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做到一个高标的时候 已经到了70%以上 那70%以上剩下的30 才会再用再生能源去做一个转换 因为那是在我们觉得 已经到了极限的情况下 所以一栋建筑 它其实还是会用到能源 只是我们怎么先帮它做受生 对 其实我觉得能源 就是怎么样去节省能效这件事情 那它其实是一个浮动跟相对的 对 比如说好了 像之前 之前我在管理那个快递生活村的时候 28栋木造的老建筑 其实在还没有人 还没有开源的状况之下 我们真的觉得 哇 这些老建筑太棒了 自然就有通风系统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太舒服了 可是当它开始开放了 人开始涌进来了 人身上都有辐射热了之后 然后我们开始开冷气之后 才发现 哇 原来这些建筑其实是很好能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很多很多的 关于节能思考 应该要做更多更多方面的考量 那是使用的状况如何 然后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都会有不同的表现了 那在这个 在推动这个永续建筑这件事情上面 我不知道在台湾现在有哪些机构或哪些 或建筑是已经开始都在比较大力在推动这件事情了吗 或去培育这些跟永续建筑相关的人才了吗 其实那个我们大专院校 我们对刚刚庄建老师讲的就是BIM BIM其实说穿了就是3D的绘图工具 可是它不是只有工具 它还可以连接到全球的气候的气象资料呢 你只要是有这个软体 你把它放进去 你还没有盖 你就可以开始模拟说你未来你今年累业这样子 你的日照多少 你通风技术多少等等那些资料 因为大数据的关系 所以说变成以后人家说建筑师都变AI建筑师 因为他会跟你讲说你这开窗不好 你移动一下下 你的通风力可以增加5% 对不对 这个就是AI可以帮我们的 这一个在我们各大专院校 我以前就是陈大跟那个我们的中国市政 就台北我以前我都叫他中国市政 他们的学校就在推动所有的BIM 那我在当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的时候 我们就推动所有的业师就是建筑师 他们的事务所已经在用BIM跟RABIT的软体的 他去教当地的大三大四学生 工会出钱 然后请他们去教 让他们学生引爆自己以后会去摸 这个就是跟国际结果的第一步 所以说我们现在因为这样推动 今年还继续推动 很多学校开始在运作 而且这就是我们第一步 因为你工具有了 然后ESG大家都会 因为在政策理念 我们大家在笑 我在回想我大三做的一个设计 我在我们的数学馆旁边周边水质 盖了一个竹木的一个 一个读书跟聊天区块的威力 我那真的就很凉然后也很通风 尤其夏天的时候 因为他又刚好有西晒的时候有阴影 可以遮阳 这不错 所以说我那一次的设计是前半第一名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搬了两三个砖块 两三个石块 在成功府 我们成大成功府 然后他说你看 我这个就是让大家聊天 群里聊天最棒的空间 可是你看我们ESG就是这样子 我们很多环境也好 大家都用讲的比较多 可是要人进去体会才真正的 所以说我们刚刚中间 是跟主持人都有讲 我们人的进去的因素 就像你刚刚讲的 原本不好能的好舒服的环境 能进来就完蛋了 就超过他负荷的人数 所以说我们原本就要再考虑很多的人进来以后 我们要如何管理 就是ESG 这个各个学校都有在动 这个是我们乐见的 那中间主持在带领的这个学会是不是 对是不是也是 感觉上是在推动ESG 是最有利的一个团体吗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 就是我们其实 我们其实跟那个介绍师的这个协会 我们正在努力说让介绍师可以往这个方向 然后一起就是带那个产观学一起合作 然后往这个往国界的步伐去前进 对因为其实以前就在联合国推SDGs的时候 其实某个程度对我们来说 它还比较像是道德劝说 就是只要大多大多都是一些NGO或NPO会重视这一个想要去符合这个SDGs的一些规范 可是现在ESG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不只是道德劝说 它是夹带着所谓的经济制度 这件事情就是用经济制度来非得要求你非得要这么做才行 所以其实它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层面上面的那个劝说而已 其实跟我们每个应该都会息息相关的才对 对 那其实在不过讲讲到这些什么 我们常会讲到几个名词什么有机食材啊 绿建筑啊永续建筑的时候 我们听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就会有点担心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特别贵 然后特别贵会不会就会造成了进入的一些门槛 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 大家要对地球环境负责 负责当然就有它的成本 成本就从节能减碳 为什么要先从节能 所以说为什么政府现在在推动 你所有的设备都换一换 我给你补助 因为它的total cost 它的总成本最低 因为它所消耗的电量 你自己的钱 不是说你的电会降了你省钱 不是 因为我们政府发电更贵啊 对不对 所以说总体而言 对地球要付出的 就是ESG第一步 我们开始节能 节能以后你要如何减碳 减碳就是从开始 我们新建等等 新建中间 新建过程 你成品材料制作等等 一直做到你盖好房子 你开始装修 装修以后 你七八年 十年 二十年 你又重新装修 然后你装修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 第二个 你除了这一些 你要如果整栋要多根 你要多少的能量 等等等等 这些材料 慢慢大家都整体去思考 这些当然会比较贵一点点 为什么会贵一点点 你开始节能啊 节能以后 你要开始减碳啊 你减碳 我就要开始 要看你能不能减啊 一般我们当然在新建过程 要减碳的机会不大 因为我们材料就是已经消耗能量 我们最多的就是交通 所以说我们要如何用使用当地的材质 这就是我们ESG最重要的一个key point 的重点 那这一些我们还要再推动 推动了以后 那当然还有人工 然后人工你就提高价钱 所以说以后单价不可能再低 可是对整体的地球环境 跟它的能量消耗的成本是最低的 对 是一个好的方向 某个程度 我觉得台湾就是因为是水泥的产地 某个程度 不过光碳足迹这件事情 光水泥这件事情 我们就比很多国家可能少了一些碳足迹的水 你知道有绿水泥吗 已经有出来了 真的吗 哇 听起来会很神奇 不过下一段来再请这两位建筑主持 有立标 对对对 下一段再请 那个这两位建筑主持 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绿水泥 然后关于绿色的材质到底还有哪些呢 欢迎回到《宝岛新故乡》的节目当中 我是Amis 刚刚在那个上一段节目 我就是那个留了一个刘国荣建筑 留了一个伏笔 什么是绿水泥啊 水泥是绿的 水泥当然是绿的 所谓绿的水泥 就是说它在开采的流程 第一个第二个它在整个在制作 我们都知道它加温研磨等等耗能耗油耗煤炭等等很多嘛 可是我们如果能够让它的整个能耗出去以后能够recycle回来 能够让它再循环回来再使用 你看这就是除能跟除热的概念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的我电力不是不够 只是我离风的时候没有用 那一样它在制造流程它把它整个热能再回收再用 这个就是符合我们节能减碳的概念 那绿水泥可以回收是不是 不是水泥本身 本身水泥你该灌好了以后 它就不可逆嘛 可以 它还是可以用 只是我们要用的东西很多 我们像磁砖啊 用再生砖啊等等 那些都可以 问题是你回收的成本到你 运用上的价钱还不够 也就是说你的 你没有补助它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 为什么你在冷气换 政府要补助你 一样嘛 补助你你就会节能 你的账单就降低啊 你也高兴啊 政府高兴不用花那么多电啊 那一样啊 我们我刚刚有探讨过 钢筋换领土在台湾的使用年效 搞不好是最好 再加上隔阵 搞不好以后就是永续不会坏 那不会坏的东西你怎么不会用呢 当然可以嘛对不对 所以并不一定是哪一种材质啊 我们要运用的东西反而是让他们能够你要拆除 水泥要拆除的时候你那些都叫做薄薄的 就把它咬碎嘛 咬碎以后再把它再生 再生的我们人行道砖啊等等 那些都可以用啊 那个就是recycle 并不是没有 我们现在钢筋拿出来 那一些什么什么里门冲拿出来 水管不能用 PC的 那我们水管有可不可能用 可以啊 我只要做民管系统 所以现在很多建设公司开始用民管啊 以前都按管为什么 那觉得管道间要占空间要占到人家的寿品 不行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工法干脆你在阳台 所以大家民管都跑去阳台 民管也比较好维修啦 对没错 这就是而且民管会不会渗水 他渗水在外面 我的建筑本体就非常好 就比较年限上使用上会提高 是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格阵的概念 是是是 那如果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如果说越来越多人接受这个永续建筑的概念 那在数量变多之后 有没有可能像像我们的大量生产之后 反正可能成本会再降下来呢 庄建筑师 是蛮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材料 如果假设它是应用的广 就有点像是我们早期在推那个汽车概念是一样 所以如果汽车一开始假设使用者少 所以当然那个成本就会贵 但是如果当我们兼使用者多的话 我们材料就有机会变得是通用性的 像我们现在灯泡 以前LED灯很贵啊 对 但现在LED灯很便宜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通用性的问题 那再加上我认为就是第一件事情 它如果观念也对 然后像我们刚才所讲的BIM 它的那个模拟测试也用到的很好 那基本上它的就有机会把所有的成本 先cost down下来 就是整个都先降下来 然后降下来之后 它就会进入到它的计划上 是完整没有问题的 接着再到营运跟污物管理的时候 你们会认为说 我成本在前面花的多 不 其实在营运管理的时候 都会拿回来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在家里都有换过那个冷气 对 在换冷气之前 我们家里的电费是不是很贵 可是当你换完冷气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电费 突然就变得降很多 可是如果以长年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 哇我换两年的冷气 那个电费就已经可以换一台冷气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在 一般我们在家庭使用的那个冷气 可能会到10年或20年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一开始 我们就已经采取的是 渐渐碳的一个绿建筑的一个设计 事实上在后面的营运跟污物管理 是拿的回来的 因为这在国际上 他们的那个想法也是如此 而不是说你今天cost很大的一个成本在前面 但是你后面那个营运的成本 其实是真的可以完整拿回来 特别是那个新建的大楼等等之类的 是是是是 没错 我相信那个如果是住在现在大楼里面 那个每个月在缴电费的时候 绝对是大家心头一惊的那个时候 而且还不止 就是那个电费不只是你家的 现在的公用电费 其实当你用的设备越好越多的时候 公用电费就是公用电费越贵的时候 对没错 其实公用电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公用电费大家认为说 反正那不是我的钱 错了 因为所有的电都是回馈到你 只是大家要如何去运用 它的一些最重要的 我们那个林宪德老师也在讲 你只要是把马达换一换 你就节能降一半 你看你那个你电梯多久 你那个马达多久没有换 可是他每天这样跑来跑去 那你自己在管理上能不能去思考说 我今天我今天 我原本要下去三趟的 我变成下去两趟 我把它节能打在整个人事管理 我自己的行程管理上 我把它降低 那自然你就对得起地球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后面那个电会越来越迟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现在车子要换了 车子要换了 大家都要开始换电动车 对 那当电动车下去的时候 你觉得会吃谁的电 一定会吃住户跟社区的电 对对对对对对 那那时候电的那个电量只会更多 使用量会更多不会更少而已 是是是没错 不过现在换电动车 还有一个最大障碍 也跟住宅有关 像这些老建筑 谁让你在那边充电 你也没这些设备 然后关会也很难通过 因为我就是活生生的受害者 就是那时候为了 我是先从摩托车开始换 然后我还跟他 但因为因为我们那个住大楼里面 摩托车搬不回家充电 那我就跟大楼社区商量说 我每个月多付 我宁愿多付200块钱 那你让我在一楼冲 一定好不愿意 那当然了 对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有 要等到很多的设备要更新之后 那个电动车这件事情 才会才会更快速 那不过在 在刚刚我们在讲 就说了在学校在推广之外 那还有在透过哪些方式 哪些行为再去跟一般的大众 在推广这永续建筑呢 现在台湾 其实永续建筑的推广很多面向 第一个当然是学生 可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大众 所以大众我们一直在推动说 你要如何去永续 那我们当然有建研所 然后也有建筑中心等等的机构 包括我们国土署 他都会去要求要求 要求市政府 县市政府要去推动 那你推动当然他们就会有奖励 最重要的 他们可能会亲子活动 尤其小朋友 很多你要节能减碳 像水手关灯 这就是节能减碳的第一步 很多都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 可是如果是小孩子跟你讲两次 爸爸妈妈永远 就觉得羞愧了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有很多专业性的东西 我们会有探讨 包括我们庄教授 他为什么每年要办一个 最有最棒的一个 我们的永续建筑的 无国界建筑师的一些教育 跟进土 那跟我们全国共会 我们也在推动 就帮他也希望能够 在我们庆祝大会的时候 去褒奖 褒奖并不是只有对学生 对老师的褒奖 而是让业者建筑师概念要进去 因为建筑师 你叫他再去画什么并 什么老的 就用嘴讲而已 跟用手的 我们都这样 我每天看图 为什么 我都是用手机看图 可是我不会坐在电脑画图 因为那个太好时间 可是我知道怎么改 那我最有概念以后 我们建筑师大会去推动 包括我们的建筑材料展 全台湾最大 也曾经算全球也算蛮大了 曾经全球第一 因为在COVID的时候 我们是是唯一半的 全球唯一半的建材展 里面有一块 已经有分成好几块 一个是永续建筑 一个是绿建筑 等等的建材 那现在很多 包括瓷砖 他们开始要去做 永续的绿建材标签 因为他们在 他们在制造流程 他原本 我们都说绿建筑也好 或者是我们ESG也好 都有一个标准 Base 9 就有标准点 他们是2000 我们是2010年 那时候你能耗多少 我们希望它能够降50% 这就是我们的净零碳排 不是说你不可以烧炭 不行 你还是要消耗能力 只是你把消耗能力降低50% 这就是我们全球的目标 对啊 刚才讲了瓷砖水泥都有绿标桩 那在永续建筑上面还有哪些材料是跟这个永续建筑有关的呢 很多啊 比如说 能不能讲一个有趣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一下 这多厉害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一直在推动 有一个叫隔音 隔音建材 隔音建材有没有立建材 有耶 它其实有两个功夫 现在两派人 他思考的方式不一样 真正欧米的隔音建筑 它非常永续 它也非常就是永续建筑的错 它先用混凝土够 然后呢隔音垫放中间 然后在中间 在上面再铺一切 清紫混凝土层 那以后你要铺什么材料都OK 我们铺瓷砖啊 铺木过灶都OK 在台湾因为成本拉高 建设公司他们反对 所以说我们变成就是说 好你只要表面材 能够隔音就好了 你隔音技术到够就好了 可是你以后就常常换 那其实就不永续啊 所以说其实我也站在说 应该要像德国 要像欧美一样 你把楼板加厚 让它永远隔音 我表面材 我喜欢贴什么 我喜欢贴一层 薄薄的一层地毯 也够啦 我就不需要在那边 一定要有隔音层 因为隔音层已经在里面 永远在那边啊 那这个是我们当然那时候 在立法上的辛苦点 那我们也是在永续的这一块 我们会持续去推动 那中间是有没有补充的吗 这部分是这样的 因为刚刚那个刘建徒他讲的很好 就是我们在吸引的想法上会更重视 那其实如果当你的那个震动变少的时候 你就会减少那个裂缝是没有错的 而且也会减少就是你现在我们现在所谓的俩牢的一个可能性 那如果我们一俩牢 其实你会发现说我们台湾太多的装修 如果当我们要一俩牢在它地震的话 那刚刚那个执政的 执政的那个原理就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一俩牢的那一刻起的时候 我们就要打装修 那那时候会造成更多的引建废弃物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引建废弃物 如果以工业的部分上我们已经占了40%了 那我们在那个整个的垃圾掩埋场 其实应该是满的 所以我们其实更应该重视的不是只有 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绿建筑的问题 而是我们在建材上的使用上 是否它可以真的duable 就是耐久 然后甚至它可以更永久的去使用它 也可能更永续 它可以再回收再利用的一个机会 因为那个我其实还跟那个 好像有个叫升学工程师嘛 我跟他偷学了一部 其实你多看书也有好处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书架 如果当你的墙都四面都是书架的话 它就是天生的吸引材质 你的空间就会干净了 对啊就是 结果我觉得至少这也是读书的一个好处啦 那不过在节目最后 还想要跟两位去聊一聊 就是那就是因为在建筑的过程中 或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会使用到很多说能源嘛 那这些再生能源 要怎么样在这个永续的建筑中来应用呢 难道我们就永远只有那个太阳能光电板 还是有其他的呢 其实所谓的再生能源有很多种 我们现在在很多人在研发氢气 我说氢气一出来以后都不用再节能减碳 对啊因为它不然就水了嘛 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对不起我们地球 对不起人类 所以我们现阶段 我们应该要做的东西很单纯 就是你把你的schedule 就是你嘛 ESG环境的破坏降低 把垃圾带回家 然后不要用不环保的材质的东西 这样慢慢以身作则 自然建筑师就会做他的应该要做的 的一个建筑设计出来 那也希望我们的环境 我们大家来住更好的建筑物之外 也要去跟建设公司说 你有没有我们真正的能效标章 立建筑 甚至于我们未来国际化的 立的标章的建筑物 那如果有的话 它自然就会往正向方向去 刚好在跟那个庄建筑师聊的时候 好像有聊到现在国外很流行什么 生殖能源吗 对 那生殖能源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一般的社区里面呢 如果像我们现在生殖能源 他们有时候会采取 比如说像废木材 然后它回收完以后 它就就是做燃烧 然后像英国他们有一些很好的案例 它就是社区的使用 然后让那个社区的能源 可以达到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 甚至这个能源除能之后 然后有机会再分享给其他社区 所以生殖能源它现在国外上 他们在尽可能寻求 就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 他们一直在走的是个创新的方式 甚至像我们讲的那个 我觉得我们台湾有一个很好的生殖能源 像我们不是讲的灵杆 灵脚 灵脚 然后灵脚你知道我们台湾怎么做 它有一个创新我觉得做得很好 它就是把灵脚壳 我们不是吃完就扒掉了吗 但它把那个壳做成一个碳 然后那个碳就变成是 它当时是鼓励大家可以用这个碳 然后可以比如冬秋节烤肉的时候 不用再去产出这个碳 而且感觉这样就很安全 对是很安全没有错 像刚才昨天你有讲到那个甘蔗渣 那也是一种我们可以再回收 然后变成是一个碳砖的一个概念 然后而且也是无毒无害 然后对环境也是很棒的一个想法 所以其实我们在想的是 怎么样有效的再利用 这些有机的材料 然后做成我们的生殖能源 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 跟考虚的一个方向这样 对啊 因为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很多 那个ESG在这个永续建筑当中的应用 其实这个永续建筑的题目还很大 所以我们下一集节目当中 还会继续邀请到这个庄建筑师 来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 什么是永续建筑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